曾经被誉为台湾之光的面包师傅吴宝春 被中国网民打为台独面包之后 官方脸书也发出了九二共识支持这样的一个声明 强调自己是中国台湾的面包师傅 两岸一家亲也是他坚持不变的态度 这不仅是挑起了两岸认同意识的敏感的神经 同时的确是也伤了不少的台湾人的心 结果变成两边都不讨好 卖个面包被贴了标签 还被牵扯到政治 这不是他主动找不来这个问题跟麻烦 或许是受到蔡英文政府施政影响下 不良的两岸关系的情况 这个常常有大陆网民最近是挖掘出一些 谁是台独分子 从而聚听歌曲 聚看电影 去买产品等等 可是这个陆客到台湾来玩 陆生到台湾来求学 也不见得就说台湾人无聊到说 要先你陆客或者陆生 先做个政治表态 才决定要不要做你生意 或者是要不要录取你 所以大陆这个网民 真的也不需要太过这个玻璃心 来背叶这些所谓的艺术文化或者是创作 同样的台湾的网民 也不需要那么那么的脆弱 人家吴宝春的面包店 就叫吴宝春面包房 他卖的是个人品牌 所以他自称是中国台湾人 又关你什么事情呢 没有听过说商人无祖国这句话 最重要的他也说过 台湾是他培育出他的这个地方 因此今天上海能够吃到这个冠军面包 是来自台湾这块土地 可以培育出来人才 他来自台湾这个是事实 光是这点就值得骄傲了 其实网民有民族意识 或者是国家认同等政治的情感的投射 并非是件坏事 但是网民在这个因为网络世界 可以任意抒发这种情感 逐渐产生一些玻璃心 对一些原本不是那么大的这个事情呢 哎呀逐渐的就是反映出一些态度 的确是有时候是过于偏激 或者是不理性 甚至是不负责任 这些言论这些抨击 不仅是伤害对方 有一天有可能会伤害到你自己 因为哪一天你也可能成为 网络世界底下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好的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回节目再见